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个好机会 这样中门大开的球说摆发摆中啊都是谦虚的 这种打空门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 没错 抓住对方漏洞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 非常漂亮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罗家慧 网霜 来到了前场 找进区里的队友 球被踢出了危险区 防守队员立功了 看看传球质量如何 英格里的恩根 这个传球直接飞出了边线 这传球队员自己都被逗乐了 这也算是把球送给对手了 这位是艾达 赫格贝格 直接打了 只不过还是不足以考验到门将 网霜 看看楼家慧的处理 王珊珊 还是被门将扑了一下 这次结尾及时破坏了对手 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 球再次回到对方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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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这回分叉吗 运气也是真的好啊 折射之后没有飞向球门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看看这个球要怎么打呢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打门 门将扑出了球 一个绝佳的机会 变成了对手的球门球 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将比方扳平的 但对方门将将这脚颇具质量的射门 拒之门外 这样的话他们还得继续组织 寻找机会 还在继续盘带 对方对他的压迫很成功啊 球直接带出了界外 一枚 弗里达马努姆 艾米利哈韦 艾达 赫格 贝格 在后场把球阐断 张鑫 边才举齐了 接外球 这个抢断动作 看起来有犯规的嫌疑 但是主打扮示意 比赛继续 双妹子往上拿球 进了就是平局了 门将证明了自己 兜兜转转 比方现在是平局 好球 球打在横梁上弹进球门 这个球我喜欢 那一瞬间我还以为球会弹出去 没想到竟然弹进去了 对 比方被扳平成了 一比 爱美丽 哈维 扎到了对方前场 有没有机会呢 刚才还在说 他们的进攻 打得是有板有眼 马上对方就给了 他们一板子反击了 把球传到了进区里 脚球 这个脚球飞向了进区中间 这个球踢得不够远 没有起到解围的作用 了不起的风堵啊 前场压力给得很足啊 反抢成功 弗里达 马努姆 反击的机会来了 古罗赖腾 这位是爱达 赫格贝格 打破平局的机会 球进了 这样的机会 他们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 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这一次啊 门将没能守住 自己的进门阵 让他把球打进了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双妹子往上拿球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对手犯规 获得任意球的机会 还是想把球控住 马伦米尔德 有机会展开反击 这位是爱达 赫格贝格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反击 来制造威胁 从他的表现来看 进两个球 似乎毫不费力啊 来看一下进球回放 首先是这个 极具威胁的编路传终 创造出了机会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 也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一次他们应对的 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追了犯规 这是个任意球 咱们示意比赛将有两分钟的伤挺古时 比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传过去了就是好机会啊 哎 这次机会就这么浪费掉了 在表演一声哨响 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 转播画面已经回到了 奥利皮克球场的比赛现场 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 让我们看看今天谁能笑到最后 防守不错 在自己后掌把球抢断了 能追一个回来吗 还差一球 就可以追上对手 在这个镜头当中呢 我觉得进球之前的过程啊 尤其值得撑到 很少有球队像他们这样一正常 都持续压迫对方的防线 不断地给压力 直到对方犯错 然后给他们一击致命 是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3比2 马伦米尔德 漂亮的TKTAKA 观众们看得是目不转睛啊 这是在和门将做传球练习吗 非常聪明的一次拦截啊 夺回了球权 这总该扳平了吧 这球居然没进 他今天肯定是望在射门靴了 这么好的单刀机会 可不是每场比赛都能获得的 他却没能抓住机会 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啊 他们错过了一次扳平比分的好机会 可能是射门队员太想打进这个球来 帮助球队挽回败局 角度啊 找得太刁钻 但最后却被门框挡了出来 哦 绝佳的机会啊 球进了 分差扩大到了两个球 哦 这脚射门的力量和速度 都不是一般门将能阻挡得住的 这对于一名替补门将来说啊 真是太不容易了 你要随时全力以赴做好准备 来应对随时上场的各种局面 哈哈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双方拼抢时把球碰出了边线 边线球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对方的行动啊 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 啊 这队友上来协助进攻了 锦续在迅速散球解围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30分钟 碰不住球啊 被对手拿到了 进攻推进的很顺利 来到了危险地带 机会来了 赫格贝格 横梁阻挡了这次胜门 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这球打在了门框上 又一个他今天完成了帽子气法 比赛被改写成了5比2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25分钟 张鑫 传给了王珊珊 机会来了 球进了 这个位置的机会 你几乎不可能浪费掉 非常近的距离 门匠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双方的比分变成了5比3 艾美丽哈维 球出界了 这是个界外球 这次选择了那一切 直接打门了 没想到温江这次扑就啊 扑得这么轻松 张锐 唐嘉丽 他们又一次推进到了危险地带 看看张锐的处理 现在拿球的是王珊珊 球回到了王珊珊脚下 这一脚球啊 需要门将飞身扑就啊 教练准备派上她的替补队员了啊 脚球落点 再进去中间 并没有完全解围 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 弗里达 马努姆 桑斯特沃尔德 拿球的是马努姆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这球能让他们重回比赛啊 球进了 他们后期发力 看起来有点效果 现在只差一个球了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目前的比分是5比4 埃达 赫格贝格 还在寻找防守空刀 古罗赖腾 他们这个连续倒角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直接在进区内 用抢断夺回的球权 阿达 赫格贝格 这次铺就很精彩 也很重要 小球开了出来 这球没处理好 本来是有机会的 张鑫 比赛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他们还把握不住这次进攻 那就只能接受失败了 射门没能威胁到球门 传给了王珊珊 边台举齐了 这个进球不算 越位在线 这个球的处理只能说无可厚非 这么一点点的越位 更多的是运气层面的东西 有球员要上场了 这次抢断 充分体现了 他的防守意识 绝强的机会 球进了 现在双方是平局 要知道之前双方可是差了三个球啊 比分居然打到了5比5 胜负未分 绝杀的好机会 他们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 但是转眼呢 就把球权交给了对手 不时只有两分钟 这是防守队员的失误啊 这个球又进了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啊 他们曾经处于巨大的劣势 但现在 他们已经将比分反超了 看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最后来了一角 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 滑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直飞往握 双方目前比分 6比5 全场比赛结束 我们可以试试 都将不解脑